彭湖动力小船测验定于111年2月15日至19日 共计568人报名 其中彭湖县级继494人 创下彭湖历年单次测验人数最多的一次 彭湖县政府为服务相亲 110年由旅游处协助动力小船考照报名窗口 协助主办机构港口总工会 受理报考收件及相关考照咨询服务 相关训练课程已于110年12月30日顺利完成 动力小船测试分学科比试及数科实作测验 两项考试分数需达75分为合格 本次测验报名共计568人 其中营业376人 自用170人 含全国首次办理不试字类别31人 二等游艇22人 由于这次是首次办理不试字笔试 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说 配音不正确 听不懂等问题 770人还来抗准哦 不然这边不抗准有准哦 有准没拍没能够出离了 6000到3万的呢 是哦 抗这个困难了吗 多困难了吗 不是 重点就是说 我们这土的都要洗脚的 对啊 这只穿的卡绒 这就有困难了 感觉这个我这 以外 这路口是没困难 比起更困难 不是他说的那种轻轻 差点我们评论都没评论 听不懂 对啊 还要紧 他们说的配音 他们这种轻轻 跟这个物体 放的没评论 比如说 他们说吃水 是说大纖 这样像水清是多少到多少 但是对 他说大纖是什么 我说这个大纖我听不懂 真的吗 我们哦 我们这十通修的 那来 来拆这个大纖 不算真的在卡绒 是哦 对啦 没评论 大没评论 我们没评论 是哦 没评论 啊 比起呢 比起呢 比起就 比起就减了看主 没有评论 没有评论 准考证 二笔铅笔 原子笔 橡皮擦等 预祝大家顺利过关 记者 陈荣誉报导